接下来咱们看collections这个工具类的常用算法 这里面我们只看重点 注意是collections而不是collections collections是容器的接口 collections是一个工具类 就类似于我们之前的arrays 提供了大量的操作方法 建一个包 package改成util 建个01 collections 找出重点方法 第一个 binary search 二分法查找 一想到二分法查找 跟我们之前的宿主一样 需要你这个容器list 有序 否则查找有可能错误 必须先排细 当然排细不用想了就咱们已经讲过的sort方法 这个图标简单咱们就不看了 第三个 第三个 找出重点 reverse 将你的容器元素反转 再往下看 shuffle 打烂瞬息 我们这个可以模拟洗牌的过程 大后 待会我们来看 再往下看 sort排序已经看过了 我们重点研究过 这里面还有一个sort complete 然后再往下看 然后再往下看 还有一个交换数据 将指定容器的两个所以对应的数据进行交换 我们主要是看这些常用的方法 首先咱们来一个list integre list等于new array 我们这里面主要测试一下reverse shuffle 好list.add 比如说添加个1 list.add 添加一个2 list.add 来一个3 来一个4 输出list 然后来一个collections.reverse 把list丢进去 输出咱们的list 反转之后的list 这些方法都比较简单 运行一下 原来是1234 现在是4321 第一个变成第四个 第二个变成第三个 第三个变成第二个 public static void test 咱们再重点看一下这个方法 shuffle 洗牌 模拟 斗地主 斗地主一共54张牌 我们只要把牌打乱盛行 然后一次发出 等以后你们学了界面之后 就可以把这些对应的数字把它换成图片 就可以了 来 咱们来模拟一个 首先存储54张牌 ind i等于0 i小于54 i加加 list.add b 存放对应的i 注意这里存在的自动装箱 好 往下走 现在呢 我们洗牌 collections.shuffle 把这个list 说法就打乱盛行 然后我们依次发牌 发给三个人 所以这里面list.integre.pe等于newarray.list.integre.p2 p3 当然还有一个底牌last 开始发牌 for 还是54张牌 只不过我们这里发51张即可 留三张底牌 这里面每次发三张 所以这里i加等于3 依次发牌p.add 然后这里面来一个 把它改成卡子吧 p2p3i加1i加2 放完了之后我们输出 第一个人加一个p1 第二个 第二个 p2 第三个 p3 底牌为 加一个last 看一下 这样的话我们就完成了洗牌和发牌 的过程 底牌一个都没有 加入底牌 点add 无非就是后三张 51 52 53 最后三张为底牌输出 来 这样我们就完成了 斗地主的洗牌和发牌的模拟 对于collection的其他方法 咱们这里就不一一的测试 感兴趣的同学可以下去深入的了解